季节通过信用公子的FD 总算是赢过了卑鄙的慧川 现在拓海与金发男的下山赛已经开始 在松本的鼓励下 拓海似乎已经稳下心神 并没有受到金发男言语威胁的影响 继续死死追赶着金发男 不过显然这不是真的 拓海的内心还是有些不安 追赶时 脑海里也一直在回想着金发男的话 另一边 金发男的同伴正在赛道最困难的一个弯道处挡着 他们也很好奇 没有ABS系统的86将如何通过这里 毕竟在维持着高速状态过完这个弯道后 就要立即进入左弯道 感觉应该无法划出笔直的刹车路线 而拓海接下来的表现 直接让他们惊掉了下巴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到了过弯的时候竟不踩刹车 最后关头才把控方向连续减刹 以高速甩尾之次通过了这里 让金发男十分不爽 其实吃瓜群众们对拓海的技术 叹为观止也是清理之中 拓海是经过多次反复的联系 才能够掌握这种接近极限的刹车技术 刚才的那种操作对拓海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梁介也知道 拓海的86刹车设定有一般车辆不同 为针对下坡的重心偏移 特别对前轮进行过强化改装 可以充分发挥体量轻的优势 拓海甚至能做出凌驾于ABS系统之上的表演 不过高强梁介也告诉人 从起步点的加速来看 对手的蓝AVO6应该是可以甩开86的 但只要86充分发挥出轻量的优势来入弯和过弯 就能缩短压距 此时在山道上 金发男真的十分厌恶身后的86还在穷追不舍 如果再这样下去 待会的事我可就不管了 他随机一脚油门 不知道憋着什么坏 难道之前他告诉拓海的话都是真的吗 然而没过一会儿 金发男就改了主意 反正到中间的高速路段 应该也就能拉开差距 毕竟蓝AVO和86的层次完全不同 拓海这时还仅仅跟在后面 在他看来 虽然对方开的也是四驱车 可胜负的关键还是在车手身上 拓海不由想起了家里的臭老头超越自己的情景 跟那老烟鬼相比 这家伙的刹车技术实在太烂了 拓海正想着突然灵光乍现 对了 四驱的弱点就是刹车呀 第一句话这边 松本还是将拓海比赛前的担忧说了出来 虽说对方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要吓唬拓海 不过松本忽然觉得不安 所以就觉得还是有必要说 此话一出 第一句话的成员都非常愤怒 尤其是前态 觉得这些人的本质太恶劣了 既然这样 他们也可以叫人过来支援 只要起戒说一声就可以了 但起戒这次却出奇的淡定 他认为这只是虚张声势 大家还是先不要冲动 从本因此有些担心拓海的状态 梁姐有些不以为然 拓海没有这么脆弱 对于这一点 起戒也很赞同 拓海平时好像很安静 可一旦跑起来 她的集中力之高就是专业起的 根本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起戒和梁姐 还是小看了这些人的卑鄙 他们是真的叫了好几台车的人过来 还让他们在比赛结束前 先在山脚下等着 慧川音笑着 不知道要干出什么事 不仅低 金发男也很紧张愤怒 没想到 对方居然能够将老古董的86跑成这样 现在已经抵达了低速弯区域 一定要平安度过 否则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麻烦 而拓海也意识到路线改变了 看前车的举动 是已经对他的弯道超车做了防备 梁姐自然也已经预判到了这种情况 如果金发男的蓝AV 采取了首饰的话 在入弯时会紧贴内侧 这样外侧就会留下空隙 拓海就可以承袭而入 不过金发男的实力其实并不差 可以很好地发挥出 蓝AV6上电子设备的性能 在刹车上 也能得到ABS系统很大的帮助 即使操控技术不如人 只要用足轮胎抓地力 也可以做出高水平的刹车动作 唯一不知道的是 金发男在面对状况变化时 会不会有潜在的不理性行为 梁姐觉得 金发男可能会因为车子性能好 就不太注意刹车点的选择 觉得早或晚对他都没有什么差别 拓海能否乘袭而入 将会左右这场比赛的结果 拓海自然也没有让梁姐失望 他已经准确判断出对手刹车不行 正准备刺激超越对手 没想到 这机会很快到了 就在高速下坡路段前的最后一个弯道 金发男竟然出了问题 发现自己的前轮抓地力居然没了 拓海于是瞅准机会 直接超了过去 而在超越的瞬间 金发男才意识到 刚刚自己太靠近内线了 不小心压到了之前剩下的机油 这下只能说是自作自受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 金发男也没有放弃的意思 因为前面 就是快接近中点的高速下坡路段了 只要再一次超过来 就没问题 以蓝L6的战斗力 一旦到了大马力路段 就能逆转 然而这一点梁姐也预料到了 赛道中盘是道路宽敞的中高速路段 速度范围能更上一层 前探听到这里还有些紧张 但企介知道 其实速度越高 就越难判断刹车点 风险会倍增 反而不妙 梁姐认为下山实在高速路段 技术比马力更重要 所以对方想单凭大马力超越的想法 有些过于天真了 而事情也的确是这样发展的 金发男好不容易和八六并排 可在看到前面就又到了一个弯道时 就很快因为刹车又落后了 但随后 就看着拓海几乎以不刹车的方式 高速进入弯道 金发男几乎要惊得嘴巴都合不容 人都要傻了 这是什么跑法呀 简直难以置信 居然有人能做到这地步 于是就这样 拓海最终一路将金发男抛离 很快就凯旋而归 此时D计划终于得到消息 察觉到有五六辆可疑的车子 朝他们开过来了 梁姐因此立即让大家收拾东西 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 看来不是进行计时赛的时候 梁姐告诉众人 如果出现什么状况的话 石浩早就会先带大家走 他会和弟弟留下来应付 这是早就准备好的预案了 石浩也只好答应下来 他倒是不太担心起见 可如果梁姐受伤的话 D计划就没有主心骨了 因此还特别嘱咐 让起见一定要保护好哥哥 说时迟 那时快 慧川他们的元金好像过来了 石浩于是让D计划成员赶紧上车 这时慧川和金发男他们等在路边 虽然没有赢家D计划 但接下来一想到会发生的事 几个人也是很兴奋 毕竟这些人可都是暴走族 领头的 好像还是北关东一个很大 很有迷的车队老大 都十分凶残 此时对面的人都终于下了车 一个个都拿着木棍 棒子和钢管 看起来都十分不好惹 尤其是领头的紫衬衫 那表情好像能吃人呢 慧川他们看着都害怕 不过这下就有好戏看了 另一边 奇戒也在挑选合适的武器 最终拿了一根长扳手 随即就单身匹马走了过去 来讲到双方一见面 竟直接打起了招呼 原来紫衬衫和奇戒早就认识了 因为天色太暗 双方都没把对方认出来 紫衬衫随即还直接带头叫奇戒先生 还给奇戒深深鞠了一躬 奇戒还斥责他们 怎么会和这群不上道的家伙混到一起 紫衬衫连忙表示 只是受人之托 跟这群人连熟人都说不上 就是 慧川他们已经连吞口水冷汗淋漓了 而紫衬衫又直接眉毛一挑 眼神变得凶狠起来 所以 你们是对奇戒先生做了什么失礼的事吗 好在奇戒大人有大量 既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就算了吧 奇戒随后就要求紫衬衫他们将车子挪开 既然奇戒大佬都发话了 紫衬衫马上慈眉善目 吩咐小弟赶紧去挪车 一旁的地球化成员见了后也很吃惊 没想到 奇戒居然认识这群穷凶恶极的家伙 奇戒害羞地挠了挠头 表示这是他在叛逆时期收的小弟 这里也是惊呆了 谁能想到 奇戒还做过黑社会老大呢 第一句话的人和车都能毫发无损地返回了 反观金发男那边就不太好受了 紫衬衫告诉他们 在叫他们来之前 也不打听高桥奇戒是谁 居然让他们丢了这么大的链 更何况 第一句话在群马地区可是人尽皆知的偶像 难道你们忘了 我们也是群马的人吗 这笔账肯定会慢慢算的 金发男灾然因此吓得瑟瑟发抖 直接抱成一团坐在路边 真的是恶人自有恶人魔了 而伴随着这一战 D计划也就完全征服了奇遇地区 第二天 拓海来加油站和小伙伴们叙旧 由于几借的车休息来要花点时间 所以D计划要休息一周 阿树几人听到这个结果 也是有些可惜 不过随机也很振奋 看来即便是遇到这种卑鄙无耻的对手 拓海还是赢了 所以在阿树看来 拓海取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此持股也很赞同 明明是第一次跑的赛道 却都没有败过阵 这可是相当难得的 不过拓海对这些称赞倒是不以为意 表示自己反而是通过这次比赛 深切地感受到 企划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 凡事绝对不放弃 不管状况多恶劣 一心只放在比赛上 凭借着执着的信念 同时大家已放弃的比赛 不知不觉 让身边的人的情绪都被带动起来 因此看到那情形 也觉得自己千万不能输 另一边 企刑似乎是想通了 他已经开着哥哥的FC 来奇遇找公子约会 公子很开心 两人最后还来到了一处 高楼大厦的观景平台 公子询问企刑 第一计划下次打算去哪里比赛 在得知是辞成后 公子又害羞地看着企刑 询问自己是否也能够 跟着一起去加油 可企刑一直不回答 这让公子有些心虚了 连忙声音低落地表示 企刑可以当他不存在 自己绝不会妨碍到企刑先生的 说到这里 公子又继续鼓起勇气 这样说不定又会像上次一样 可以帮上忙了呢 企刑看着这样的公子突然笑了 觉得也不知道该说公子 是单纯还是年轻了 这还真是只要自己认定的事 就会一头栽进去的类型 公子不太明白企刑说这话的意思 企刑于是决定 还是先去吃东西吧 转场之后 两人就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 听着柔美的古典音乐 望着帅气的高桥企刑 公子感觉这一刻就像是在做梦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他和企刑就是在交往的一对 公子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开心的感觉 就像在红线区持续转动的转自引擎板 原来喜欢的人就在身边 是这种感觉啊 吃完饭 企刑又开车载着公子 在夜晚的赤城山上驰骋 公子开心的惊讶到起飞 就算是轻微的飘移 也能感觉到不同 真的极为顺畅 亲爱的层次果然和自己不一样 公子内心震撼不已 他真的从没见过 有人能在曲折的道路上 如此细腻的控制离合器和油门呢 两人最后停在山顶平台 细腻温柔了 其实他也只是为了弥补在赛车时 经常粗暴对待FD的情况 才想着日常开车温和一些 两人正说着话的时候 突然边上冒出两个年轻小伙 看到这情景 他们大声惊呼 没想到高超企刑会带着女生出来 太难得了 是女朋友吗 企刑赶紧说不是 必让他们赶紧走 企刑随后向公子坦言 其实自己在赛车之前 有一段时间非常叛逆 经常和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 那使得他根本找不到什么目标 每天都十分无聊 情绪也相当暴躁 父母都已经放弃他了 只有哥哥理解他的心情 他到现在都还记得 当时自己被哥哥拉上FC 到赤城山时的场景 总之从那一刻开始 企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又变了 他无法想象没有车的人生 所以也是时候回到吃饭前的话题了 企刑最后看着公子严肃地表示 自己很抱歉 但现在的他还不想交女朋友 希望公子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了 公子一下就忍不住了 他瞬间泪如雨下 表示自己从一开始 就没指望能和企刑交往 只是因为想见企刑 所以就来了 可没想到企刑突然说出 这样绝对的话 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公子泪眼婆娑地问企刑 明明今天一整天 都对自己特别好 不仅让自己坐上副驾驶 还难得说了很多 自己曾经的往事 自己原本以为 双方的关系会变得 比以前更亲密了 正开心得不得了 去听到了企刑这样的话 这到底为什么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看到这样的公子 企刑其实也很是心伤 他表示其实是公子误解了 自己并不讨厌公子 只是在D计划没结束前 他是不会跟任何人交往的 企刑告诉公子 自己必须尽可能地 逼迫自己 投入所有能量到赛车上 否则就觉得 无法胜任D计划的车手 公子表示 自己当然知道 D计划对企刑而言 有多重要 所以他才会努力 不影响企刑 难道只是从远处 望着也不行吗 可对于这种想法 企刑完全不能认同 他觉得 如果喜欢一个人 就会想拥有他的全部 他实在受不了 模棱两可的暧昧状态 而且对于这一点 公子应该很清楚才对 毕竟他们两个人 都是那种不喜欢 半途而废的人 接下来D计划的任务 只会越来越重 他也没有时间 去照顾公子的情绪 所以企刑觉得 自己一定要说清楚 这一番话说得 公子无言以对 他最后哭泣着 提出一个请求 这里原本以为 是让企刑亲他一次 没想到 却是让企刑带着他 在赤城山上全力奔驰 一路上 公子感受着 完全不一样的期间 他的泪水 仍然止不住地流下 难道就这么结束了吗 公子难以接受 这么好的男人上哪找啊 这么好的亲爱的 怎么可以放弃啊 公子觉得 自己以后再也没有办法 爱上其他男人了 公子最后无脸痛哭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这边其实有点点想吐槽 公子怎么在副驾驶上 没有坐云霄飞车的感受呢 另一边 在家的梁界 突然收到史浩的消息 他预定的FD配件 已经全部到齐了 史浩相信 如此一来 起届FD的战斗力 肯定会大幅提升 梁界告诉史浩 D计划今后会有更激烈的比赛 这么做也是想要 减轻一些起届的负担 画面一转 拓海又开着老爸的G78 在秋迷山上练习了 他想找到对付四驱的方法 不过显然 效果不理想 第二天 优衣大叔把文太大叔 找到了加油站 他很担心拓海的状况 连忙询问文太 拓海是否抓住了 走出低谷的契机 同样文太对此并不太确定 只知道拓海现在的确有点 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发现早上送完货后 拓海下车时的眼神都变了 文太知道 现在的拓海很刻苦 因为每天清晨 他都在秋迷下山 和另一个自己 进行着异常艰苦的比赛 开86的时候 拼命追赶跑在前面的 假想GC8 开GC8的时候 则正好相反 拓海对秋迷山的路线 熟到不能再熟 应该能明确意识到 不同车之间的区别 听到文太的分析 优衣都有点心疼拓海了 既然拓海每天这么拼命 86和GC8之间的差距 应该比一开始缩短了些吧 要知道 就算是职业车手 也不是每天都在比赛的 然而在藤原文太看来 事情远不止那么简单 即便拓海驾驶着86 在某天因为路径的 优化速度快了不少 可第二天 也能驾驶着GC8 跑出同样的线路 到时 他还是会明显地感觉到 86与GC8之间的差距 优衣在这里 也是替拓海心寒 感觉拓海是在追一个 永远无法追上的对手了 文太因此告诉右翼 这其实也不错 以前的拓海 总是以86为绝对基准 但现在 基准却多了一个 这种影响说的夸张点 甚至拓海的车技的世界观 也会发生改变的 不过随着拓海 考虑问题的角度增多 以往不明白的东西 就会渐渐明白 拓海一直都是 靠着这些走到了现在 也会靠着这些 走向未来 而另一边 在10号的陪伴下 企介也如愿以偿地 坐上了修复好的FD 企介兴奋到不行 他发现 自己的FD 经过这次修缮改装后 变得更加厉害了 这样的话 不论是蓝AVOL 还是GTR都不会输 坐在副驾驶的 史浩自然也明确地感受到 现在FD的动力输出方式 和悬挂 都有大幅改进 不过一上来 就能驾驭到这种程度 企介的油门控制 真的强多了 下车后 企介迫不及待地 告诉史浩自己的感受 感觉现在自己 面对任何对手也不怕了 而史浩也告诉企介 接下来 他们就要面对 至今为止最强的对手 比上次的东堂鼠还强 企介因此 都有一些迫不及待了 他觉得自己在奇遇 其实碰到的大部分 都是些小角色 虽然也有很多好处 比如能在比赛中 游刃有余地 投入哥哥交代的练习 对此 史浩也很是赞同 奇遇第七对企介而言 就好像是一个 能提升等级的练习舞台 经过这一关 奇遇已经成长得非常迅速 奇遇自身自然也这样认为 奇遇确实是一次 令人难忘的远征 而说到这里 奇遇突然一声感叹 这不会全是在 大哥预料之中的吧 算了算了 自己和拓海离大哥 还差得远呢 奇遇随后看向天空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战胜接下来的对手 甚至用自己这台FD 来跑出超越大哥的跑法 也不知道奇遇 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